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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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各位學員,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是我們上這個《科技班》第三天最尾 因為在《科技班》的時候,我有說到這個 如何提高領導者的這個素質 也有說如何當一個領導者 那是比較粗暴的 但是進入比較深入的時候 就要探討這個因素是什麼 其實一個領導者 他最重要的就是他本身的條件 這個內地的東西 譬如說你這個人 你要把一張手就好,還是花 你要把手製成好 那是他慣慨要有 那是什麼慣慨? 這才重要嘛 所以我們這個人的慣慨 就是要加上文化的氣息 如果一個人 你有文化的氣息在裡面 你在講話 你在處理事情就是不一樣 這個文化的氣息包括什麼? 其實有音樂、美術、宗教 或者你讀的書或者旅行 你一生當中有牽扯到的 這個事情都是算這個文化 尤其是 我們現在全世界 有這個宗教 宗教很多種,對不對? 你看全世界的領導者 你看他有宗教信仰嗎? 絕對是有的啦 他如果沒有這個宗教信仰 他在處理事情 是天也行空 他每一個條件 他都有好的地方嘛 但是你如果有宗教信仰 那就不一樣 你的行事作為 你有一個準則 這個準則就是 我在初期版講的 我們人的道德心 因為這個道德心 你如果說 用這個中文的意義來講 他很抽象、很籠統 到底道德心是什麼? 你會想不到 所以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大家來想這個 教育版就是 對這個國際法、戰爭法 還有家裡深入的研究的時候 你就要了解 我們的基本條件就是我們的法例 法例一定要折,對不對? 你這個道德要把它放在這個法例裡面 你要怎麼去發揮 這就是說 你每一個人說出來就不一樣了 你的道德心很高的時 你在說這個法例 你比較不會用批評的方式去說 你比較會用這種邏輯觀去說 所以我們說法例的時候 這個邏輯是很重要 像裡面寫很多什麼? 年代,對不對? 1911 或是1985 很多年代這樣 你可能會搞分 我建議大家寫一個表 就是說你看的柵裡面 所有年代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你寫一條線,對不對? 那由他先發生的年代是什麼? 年代先給他標出來 那這個年代下面有什麼事件? 你把它寫在這裡 你就有一個表,對不對? 每個年代事件寫下來 你就每次 你要人說的時候 你就拿你這個表去說就好 你這個年代的下 你就是什麼大講 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發生事件 你平常有看你就知道什麼意思 你就用你的意思去說 你千萬不要背書 因為背書 你一下子就忘記了 你把年代的事情寫下 要一件一件說 我相信你如果這樣說 你會培養你的邏輯觀 因為我們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 當然他有先天的條件 跟後天的條件 先天的條件 那是沒辦法改變的 譬如說你如果是屬於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或是不知不覺 這是沒辦法改變的 但是你可以課後天的條件 譬如說第一我們見識要廣 第二我們心胸要寬廣 第三就是說 你要有果斷力 就是你要有責任感 責任心 第五你就是說 你要有堅忍的毅力 這點是領導者裡面最重要 你那個堅忍的毅力 你比較不會放棄 再來你的EQ要管 你在處理事情 那個情緒的控管 要改管 不然你如果說很聰明 智慧很高 在背後這個情緒的控管 你會把事情都不害掉 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一定要培養文化氣息 我們比較深入的層面 你這個文化的氣息 你除了說音樂美術 像說我不知道你們有了解 世界各國的領導者 他們雖然是政治家 但是他不是剛才搞政治而已 他們本身對音樂美術一定懂 你如果不會學到或是你不會唱歌 但是你有那個賤賞力 所以為什麼要有美術館 要有什麼博物館 什麼館 你要常常去觀賞那種東西 譬如說你博物館裡面 很多東西對不對 那是歷史的軌跡 一直流下來的東西 那年代也不一樣 你就要看說 15世紀還有這個東西 16、17、18 你一直排下來 你要去看人家說 創造者 他是怎麼創造這個東西出來 那是一個人一生 可能他剛才做這件而已 那個是一個精華 所以要培養這個素質 你一定要先去看百人的東西 譬如說藝術品 你畫畫來說 畫畫也有很多種 你除了油畫、板畫、雕刻 或者什麼 很多種 你也是要去欣賞 人家是怎麼 為什麼這一件要一千萬 這一件只有一千塊 他到底是差別裡 你怎麼看得出來 像有時候常常在舉辦畫展 你去看 你只看說 他們有時候有標價 有時候沒有 你就去看說 有的很有名 有的沒有名 你要去看 到底他有名在哪裡 如果你來看出說 這個圖多多少錢 你就很厲害了 他們的價值不是黑白畫的 所以他全世界在拍賣的時候 為什麼人都會去賣 那個就是一個賤賞力的問題 所以這是 這是你 短時間沒有辦法 你就要長時間的累積 所以你說很累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哪裡 你要去美術館、博物館 或是 什麼畫廊或是 什麼畫 你都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 音樂 你有感覺嗎 戰爭的時候 音樂也比較重要 因為音樂可以鼓舞士氣 再來 他到底是悲傷的音樂 還是快樂的 還是震撼的 你看貝多芬 他的生命交響樂曲 這樣 不管幾年一直到這裡 絕對是有人在幫 對不對 所以一個作曲家、音樂家 他要創造出這樣 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讓認同的這個音樂 那個是非常非常不簡單的 你一直聽 你同樣一首 你譬如生命交響樂曲 你一直聽 你每天去聽 一定會不一樣 會那個感覺 那是怎樣的 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這樣的事情 都不一樣 你現在很悲傷 聽起來是怎樣 你很快樂 聽起來是怎樣 所以 你有感覺嗎 一張 像奧斯卡金像講也好 或是一張很大的宴會 它裡面一定要有音樂 譬如說你出場音樂是什麼 你跟中間的音樂是什麼 你跟結尾的音樂是什麼 雖然說音樂 他不會講話 但是你聽他的音樂 你就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就跟你說 現在是要結束了 那個結束的音樂就出來了 所以 算這個音樂是很重要的 所以 你若是一個很好的領導者 你都知道 當時要用什麼音樂 我現在要跟你再見了 我要什麼音樂 要開場白的時候要什麼音樂 那都是齁 這時候音樂就是會講話 所以你若有這個音樂天分的人 你有感覺嗎 你若聽到這個歌曲還是這個音樂 你很快就會跟著哼了 那個音樂細胞很好的人 我建議你們齁 如果這個音樂細胞很好的人齁 你可以練習創作 就是說你聽聽 聽聽聽 你就把它射起來 你自己就試試看看這個可以嗎 因為一個作曲也是這樣開始的 你就是聽聽聽聽 聽白人的 讓它射出來 要把它奏看看 看怎樣 因為你若有音樂細胞齁 你在學這個樂器很快 你不用很長的時間 像他們摩扎特啦 貝多芬齁 他們在彈這個鋼琴齁 他們是非常快 一個曲子出來之後 很快就可以帶出來 那就是說你本身就有這個細胞 這是先天條件嘛 所以有這個先天條件的人齁 你要去利用 譬如說 你對政治的敏感度很好 你就要帶它射起來 譬如說人家的報索出來 你馬上就看有說 這是真的假的 你有那個敏感度啦 所以我不知道齁 很多政治家在發表政見的時候 你們聽得出來說 什麼會是真的什麼的假的 譬如說那時候 陳水扁很會說的 對不對齁 他在外面每一場演講都滿齁 我請問大家齁 你在當時 你們聽陳水扁的演講的時候齁 你覺得 一點都沒有讓他感動的人 舉手看看 就聽他的演講了 你覺得沒有什麼會 在座怎麼會這樣 如果你說 你聽他的演講之後 你覺得 喔 比較快的 真的要把他淘汰 要趕對他走的人 舉手看看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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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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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女生是这样,没这个形状 但是有的人不是,他一听到 他一直讨论,敏感度很高 一直找你讨论,找很多人在说 反正一见面就是谈政治 这种人就是对政治 很有兴趣而且很敏感 就表示说,你在看政治的事情很快懂 这就是你的优点 所以我们一个领导者要知道自己的优点 我就是,这方面就是驾亲就所 我就是在这方面一直研究 因为你简单的事重复做,你就是专家 你就是一直要这个领域去研究就对 因为我们一个领导者,虽然说他是通财 但是你项目要有一项真的 在这项目里面,你自己要有一项是你的专长 其他是你通的 要不要这样 比如说宗教来说 现在我们全世界几乎宗教自由 对吧?基督教啦,光是佛教就分了很多种 什么?道教啦,还有什么?闲教,人家在说念经的叫闲教 一贯道啦,还有道教,还有密宗啦 然后还有又分,现在全世界 离这个佛教,又分出来很多种 像日本,他们就有在念那 南无欧年QQ,日连宗的啦 但是念那些南无欧年QQ,这是妙法莲华金的,对吧? 又分很多种出来啦 我还有听到一个是创教学会啦 反正就是,很多民母的就对啦 这个宗教,譬如说他如果是由日本出来 他不是刚才在日本发展的 他全世界都去啦 台湾也来,美国也去,对都去啦 像我在美国,我就刚才 我的人不知道怎样,我在外面走 很多宗教者,很要求我 看着我,就都很爱吸收我的啦 像说我是他们的人啊 像说,摩门教也有啦 这个日连宗也有啦 还有,回教也有啦 基督教,不要说基督教最多嘛 佛教也有 反正,美国是民族的大荣族 什么教的都有嘛,你都会赌到啦 他们都很要求我 但是,我那时候是好奇去看而已 我并没有加入啦 我就去看了 其实宗教,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他都是劝势啦 希望人好啦 要提高人的心灵层次啦 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 只是说,宗教跟人的手头 是人在操作嘛 像他们说,两千多年前 释迦摩尼佛,有这个佛教了 他一直延传到现在 现在的佛教跟以前也不同了 像佛教在泰国 又在台湾不一样嘛 泰国他说是小圣佛教 他们很注重那个形势 他们那些女儿 没参加18岁以前 先要出家 出家去做和尚 那像说,我们做边同样 先训练和尚的生活 那你才能当成大人 那后你要反书 你比较反书 但是在台湾就不同 台湾的佛教是很佛要的 你要什么种类都有 你也可以自创啦 很多很多 但是是怎么宗教跟这个时代 已经在没落了 因为很多宗教的弊端产生 尤其是在台湾 你出家主意看 台湾很多道教 那庙也建了很多 你给你看 很多庙都关了 或是倒了 或是没去 现在台湾有这个状态 以前台湾佛教跟圣神的时候 那宝座穿着布 都减着捐献 对吧 然后他们的庙都建得很大间 很多庙 但是现在是怎么 已经没这样 因为 这跟开公司同样 你一个东西 如果开得很大间的时候 你里面一定要用很多人 很多人去管理去处理的时候 它开始就弊端产生 每一个人的头脑不一样 譬如说我是中母 我感觉要这样做 你感觉要另外这样做 所以光是人的这个处理的程序 就都不一样 所以很多宗教产生问题 譬如说 我们人民都心太好 你奉献 你就是 种福田 灌输这种 所以我们就一直奉献 一直去奉献 所以便说 这间庙就很多钱 他就说我要去大庙 要去很大间的 当然有的蓋会起来 有的蓋会起来 有的蓋不会起来 所以 我是感觉说 宗教它是 种在我们人的心灵的一个福田 不是说你一定要把钱拿出来 你担下去 才是福田 我觉得不要用这个金钱去衡量 你像以前 人类很少的时候 他也没有政治 他也没有政治这两个 他也是 你很多人了 三成很多国家了 你国家和国家之间 还有那些分争的时候 他这些政治更出来 然后 为了让政治处理的很好 哇 派别就出来了 你派别越多的时候 你的处理就很複雜 所以一直跟这个世纪 这一世纪 我觉得全世界的政治都生病 所以你有感觉说 现在哪像 重整 你们那时候 差不多十年前 你们看过 那时候很盛行 预言家说什么 台湾民国百年 会变朝代 还有什么 全世界都会去预言 那是怎样 这会这样出现 因为人类 你如果很败坏的时候 譬如说你现在很败 一定让你产生一个 很败的结果出来 然后这个毁灭嘛 毁灭又重新来嘛 所以你有感觉吗 如果你要去一间房子 你们家本来这间房子 是不好的 破坏的 旧的 你是要把它整理更好 还是说 卡住定器更好 对啊 卡住定器 成本更适合 又再来更简单 你如果旧的 羞羞补补补 算不算很困难 起起来之后 你还要根据他原来的结构去配合 起起来之后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嘛 所以 定义说 人家说 非常的破坏 就会有非常的建设 你就要先破坏之后 你才能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 虽然说台湾的政治前行到现在 所以才产生我们台湾民政府嘛 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时事需要 所以这样的台湾民政府才会产生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扮演的角色就是说 这个时代就是要这样 所以有这个需求啦 所以台湾民政府一定会起来嘛 它是人民的需求嘛 因为我们现在人民 喔 探价该拍探价 生活也不好过 那这要怎样 如果如果现在的政府又维持到的啦 你想 所有的人民到没来的便宜 可能会变菲律宾更惨嘛 对不? 那现在我感觉我们台湾人 比较有福气 就是说 那不走到那时 现在就发现了 那秘书人 就把我们走一条路出来 对不? 那就可以改变这个台湾的命运嘛 所以这喔 要创造一个领导者 去发现那样的东西 真的很困难啦 你全世界去找 很难啦 可能一个两个这样而已 所以我感觉我们台湾世界的福气 就是说 400年来 我们也没有自己关自己啦 但是现在突然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关自己的时 很多人不相信啦 这也不相信喔 其实就是代表啥呢 整个我们台湾的环境 我们都给它押押 我们的地匪都没放出来啦 都一直给它收到的 你没法发挥你的 我们来的潜能出来 所以你都收到的 所以现在如果 一个真相出来的时候 跟你说你也没震撼 很多人没震撼就说 喔是这样 我想听一个事情 他没去相信啦 这个是说 台湾400多年来 就是一个枷锁 摄在那裡啦 所以我们现在 台湾人 一定会把这个枷锁 打开 把这个枷锁打开 所以我怎么说 我们的心灵 一定要有一个寄托 一个精神的寄托 因为 你如果没有这个寄托 譬如说 你打拼很累 但是 你没有寄托的时 你很累的时 你就会倒下来 因为你心中没有一个依循啦 你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样 要这样做 你就没法说服 你自己 你今天为什么要怎么做 当然我知道 大家来 都是为了台湾好 尤其是年会比较大 也是都为了下一代 这都是说 为了别人 有这个 为别人 着想 关心的 这个心理 所以 大家才能来这 要来研究这个国政法 和政政法 其实 我跟您说 一个领导者 你的想法要很简单 你不要把这件事 想得很複雜 你一定要想 做这支枷子 很简单 比较多 做 很複雜的人 如果看到这支枷子 哇 这支那么多颜色 很难做 这支比较好 这支一箱而已 好 他就那种分别心得出来 这支怎么 那支怎么 其实 如果有这样习惯的人 更难切入去做一件事 你就是要一开始 你的头脑是空白的 你把它放在空 你现在看到四支枷子的时候 你会说 同样 这都同样 要怎么做 就是多少钱 这个材质是什么 这样就好了 你的想法就很简单 所以今天 你走台湾民政府的路 也是这样 你听到 你就是很简单 在说 这就是真的 你就是要跟他说出 就好了 不管你说好 不好 都不管 反正你就是要跟他说出 但是有的人 听到的时候 不是这样 他听到说 哇 这是要怎么说 到底是要为对说 为对说 很坏 但是 那些人 他是为对说 你现在回想 你的头脑 你听到这些事情了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那就跟他说出来了 当然刚才开始说的时候 不是很好 那都没关系 那就是在训练你的头脑的机制和逻辑 因为 我们过去 像以前以后在设置 也这样 我们都很厉害 老师 要怎么知道 我现在头脑是什么 我就跟他说什么 你慢慢修正就好了 不用说一个就修到最好 这就是 你要当一个领导者 你一定要由最简单的步骤去 因为 你有的人 不能带过头 还不能当领导者 你也不用怕 你不好做 就我现在最简单来说 第一 头脑要先很简单 我想到什么 我就是跟他说什么 现在说出来之后 不适合的时候 人家自然会跟你说 对不对 就说 这要怎样 所以你要用这种 在 大家当中去学习 你不要 只能拿这本子 在那里设 怎么样 当一个领导者 条件几个几个 不用这样设 你就是 最简单先做好 你头脑要很简单 你看到有法度 把你的简单的想法 就是这样说出来 这是培养的第一步 你看到有的人 是怎样做好演讲 有的人 没想到演讲 那就是说 他的头脑 是简单的清澈 就是说 这项 这项 我说的是这样 我没有想到很複雜 因为你如果想到很複雜 你这句话 你这句话会说出来 你马上会想到 我这句话又没有说 这句话也没有说 现在你又跳来这 跳来那 说到买了 人也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会参与这个问题 所以你如果有公司的人 你有一个感觉 为什么我说话 让我听 他都不想让我听 其实往往百分之九十的因素 是在我们这 因为是我们带他 他听不到 我们就要想说 我表达有恰当吗 我表达这个意思 到底是怎样 那问题是在这里 因为他是听命行事 你跟他说什么 他做什么而已 他不做什么 就是他听不到 他没法了解你的意思 都是在这里 所以你看 其实领导者分很多种 第一种就是 都没在关事 有一种领导者就是 他都视觉去看 也没在关事 结果有的时候 我们是用电话通就好了 我也不用清零现场 去跟你说怎么做 他全世界看 他当然有很好的 支援你的头脑 对到这个事情 是要怎么做 我一通电话跟你说 就知道了 这是第一种的领导者 第二种的领导者 就是很严谨的 他这个资料看很多 那事情也做很多 那工业也说很多 就是什么都很尽力去做就对了 那现在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就说 我努力还不够 其实他是很努力的 但是他做不好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努力不够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第二种这个领导者 他就是没有看到 那个绝窍在那裡 你就是绝窍要打开 他 因为我刚才有很多的老闆 其实我们台湾的老闆 都很努力 都很严谨 都很严谨的做 但是有的就是做不好 但是他也不觉得 我感觉说 问题在那里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说他们努力不够 我看了是感觉 感觉很好笑 他变着说 我还没在做 他会说 你如果没在做什么 你一天 怕哪怕去 也没在做什么 其实我就是因为 以前我也跟他努力 不然我感觉 你太累了 所以我把他放下而已 到处去走动而已 但是到处走动 我就是体会到说 原来 当一个领导者 不用每天亲临现场 你不需要这样 因为你亲临现场 你看的是 这间家 你会看而已 但是你如果在外面在指挥 你是看到全世界 那是不同的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 你要做一个领导者 你要把你的视野 先放大 你这个 譬如说你的头是这样而已 对吧 你要想像你的头 好像一个地球那么大 所以你的资源 所以你的资源 你就也来自世界 很多地方 你如果需要什么 你就叫人电脑给你 叫一下 你需要什么 叫一下 你的资讯就都出来了 我们应该要做 这样 所以一个领导者 是在做一个整合 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你的方向很清楚 是不是 你们大家在处理事情 都到困难 你不会 不会吵架 不像立法院 他们那些 那些意见不一样 就都在吵架 对吧 你有你的看法 他有的看法 但是你们各自有很多的资源 可以支撑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所以你们不吵架 你们是在说 那个理而已 还是那个逻辑而已 所以你们不会吵架 所以你看看 高峰会议 你真正全世界顶尖的人物在开会 是没开会久的 也没说很多话 就是那个意思 说到就好了 所以 大家要知道 将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 一定是领导这些 还有你一个单位 里面 像说 以一周来说 州长下面有十个副州长 这个十个副州长做什么 他就是 要做 州长的政策的问题 州长政策说 要怎么做 副州长就要去做 对吧 但是他刚才一个人要怎么做 当然他要有秘书啊 他要有旧的秘书 就是看他的工作嘛 意思就是说 一个领导者 你就是要带人了 你副州长 你就是要有秘书 啊 现在 州长底下一定还有单位 对吧 像说我们一周里面 有郡首和市长 所谓市长就是现在的各乡镇 你每一个地方 譬如说 古山区 三面区 或是说 屏隆县 有潮州 有什么的 一些那些 那些信封 我们的信封后边你看 没有很多乡镇 那些将来都是我们一个市 因为我们恢复到日本时代 那个分法 郡啊 市啊 那种分法 那些很多市 里面有市长对吧 但是这个郡首是什么 就是说 很多市里面 合起来 成为一个郡 郡更大 所以郡相当跟州长同样 他是一个管理单位 只是说 区域缩小而已 这个郡他里面的单位 譬如说 州长这方面 有三十个厅长对吧 这个郡首家 他也是要有三十个单位 对应 这叫做对应 那州长三十个厅长 跟中央三十个 中央内阁 这也是对应 这就是说 大中小 这样分下去 他这个领导 就是 那以中央来说 中央叫做 大A A 大A级的 另外州 州长这就是A 另外副州长 这就是B 厅长也是B 现在由于州长 他又分出这个 郡首市长这 这就是都 层层 环环相扣起来 你的日本时代 他们是怎样 他们的治安 更好呢 他们就是这个 环环相扣的 这个部分 他都设计了 互相关联 但是现在的流浓政府是怎样做不好呢 他不想在日本那一头 他就是要自己那一头 他那一头就是由中国带来 国民党那一头 根据这个 美国的分发 但是 我们留下到这个州的时候 我们就是 有这些日本的分发 因为日本那时候有 郡啊 士啊 这种 就是跟两个融合在一起 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日蜀美战 所以这两个会融合在一起 但是美国跟我们说 我们的法律要给它简单 所以我们刚才两种而已嘛 枪拼到变形啦 其他没什么的嘛 这就是说 国民党的法律百多条 那样多条 也证明说没得到嘛 所以你越先进的国家 他的法律是很少的 日本比较七条而已 这很少很少的 所以这就是说 把它简单化就对了 那像说 暗幕前 这个组织里面 台湾民政府组织里面 各位 你参加这个高级班后 回去 我建议 你都要跟你的组长 来讨论啦 譬如说你的专长是什么 你一直跟他讨论 那他就知道说 要把你摆在里面嘛 那譬如说 你觉得说 我很有领导力 那譬如说你住在里面 你说好 我要当这里的郡守 你也可以自己提出来 那你郡守 你会比较相关 有很多乡镇 那就是市长 那个也是闺女管喔 市长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领导力 我是建议 你也让主动跟组长来谈啦 因为我们现在喔 秘书长说 最快一年 最万两年 对不对 这个时间不太长了 所以目前我们在找的是什么呢 你组内阁好的时候 我们就是往乡镇去啦 那这就是目前喔 那怎么针对人 比如说你觉得他学合做什么 我们给他推荐出来 那来给他面谈 看有学合这个吗 适合我们就让他来上课 我们可以用这个形式啦 我们在找人就会比较快啦 那现在学合的人都去拜了 就都拜了对不对 那这个周就完成了啊 那如果每一周都是这样 很快就完成了啊 那不然现在喔 你如果说最快一年执政啦 你这些都没有拜好 看要怎样 到时候也是很麻烦的啊 所以各位 你们现在的任务重大 就是说回他更快去找 你觉得什么人学合做什么 你把他推荐出来 那你不想要说不要紧 你带来给组长说嘛 或是说 跟组长商量说 这个要怎样说 也是可以啊 那就是共同跟这个人找出来 那比如说 你要怎样创造这个 找人更快 你一定服务处要多啦 比如说我们各周啦 你的服务处成立很多喔 分布各地的时候 你的人员就 扩散对不对 你这找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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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比如说你现在找这 对啊 人员也有人际关系在这 他会跟你说嘛 这边我有食材上 就叫出来了嘛 那这个又说那边有食材上 就叫出来了嘛 那你一定要这个组织 用这个交叉运作啦 比如说 10个服务处给它 你10个服务处喔 不是说你这个服务处都要找这而已 因为你的人脉也有可能在这 那他也在那里嘛 那我们就让他们交叉运作 把这些人都出来 那全部这些人会集中在总部 食材开花 那我们就会跟你说 那是怎样要这样做 怎样怎样 我相信 只要他是爱台湾 有这个台湾心 他如果听到 要怎样去做 只要他是政派 他都会加急啦 怎样说呢 你台湾你是 他要让政派的人来处理 处理更好 还是秦才的人 都可以 当然为了 我们自己的福利 我们也希望 他是政派的人来处理更好嘛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的任务就是 去找这样的人出来啊 对不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啦 很重要的啦 所以我是感觉说 这就是你在做领导者的一个训练啦 因为你也要找人嘛 你现在也要训练 你也要找人啊 你去找找 你是怎样找出来 如果你找出来的人 都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那标识是啥 你知道吗 表示说 你自己的 知道也没有多啦 所以你影响的层面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要了解 每一个人影响的层面 不同 但是 你越高级的人 他要听的是越简单 所以你不要跟他说得很复杂的 啊 如果比较低级的 你严格不能说太多 你就是 说他听有的 让他听就好了 不要说一大堆 所以 现在你们更坏影响的是 在中那些人 好 较高较低 这是特殊做法 但是中那些人 都平均一种做法就对了 比如说 我们 我们特别的演讲 都有 蜂蜢 对不 现在已经到 43期初级 第9期高级 对不 所有的蜂蜢 里我们的蜂蜢都有 我希望你们能善用工具 譬如说你们家 如果有电脑你就要 你找人来 你电脑把它开开 你说 我现在要让你 听一件事 你先听到我来说 看一看 你就先让我听 现在 每一个演讲 如果这个蜂蜂蜢 演讲也没有 都点半斤 想不到 所以你要想办法 让他坐 点半斤 看你有法度 你如果看他 没有耐性的时候 看你要用什么方法 继续让他坐 因为他让他听到 就不一样 最怕就是 你听半点斤 就没了 这就比较怕 所以你要想办法 你要让他听 听到的时候 你让他没问题 你说 你有感觉 有什么问题 你要针对他的问题 来解答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问题 不一样 你只要解答 他的心结就好 你不要说一大堆 你不要他 他运动你答事 他就一大堆了 所以 这种就是在训练 你怎么听话 你一定要适当的回答 你不要说到一大堆了 你不要说到一大堆了 他说 我也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会变你去 这也是领导者在训练 说话的时候 因为你找到越多人说话 表示你已经在训练了 这个口才训练已经开始了 你说三个人都不行 你要去回想 要是怎么这三个 我说一说的 都不回应 不然就反对 不然就说一大堆理由 到底我讲的怎样 如果先回来看 我自己 你再思考一下 到底我是要怎么说 才好 现在有当时 有旁边的人跟你听 其他的学生 他会跟你建议 他会跟你建议 你讲这个 怎样 人家听不懂 这怎样 我建议你要参考 人家跟你建议的时候 你一定要参考 我感觉是真的 你现在再改变一个方式 再说 慢慢说的时候 你会觉得 现在反对的声音比较少 表示说你 进入入门了 你已经进入了 你就说一说 突然有一天 这个人你已经说成了 你就知道 到位了 你那个感觉就是要这样 因为每一个人 很难说 他说一遍 他就跳进来 这个是很困难 但是我相信 各位来到这里 我相信百分之八十 都是很快接受的 他很快接受的人 他就是会来到这里 所以你们 就是去找那种人 你如果遇到那个百分之二十 你先放着 你换百人 然后一直去找 找那个百分之六十 比较好 那你一直有这样成功的case 你的信心也会比较有 所以有人是打不开的 那你不要去他强求 你就是他放的 那里面也有很多人 他很热心 他一直去说 一直去说 这个人 我如果没他说到 起来不行 说十遍也在说 这个是怎样 很有时间的人 我的时间很多 没事情 每天都来说 当然你如果这个时间是不要紧 但是你说几遍之后 你就会改变方式 你就会说 好我不要这样 因为经验会告诉你 要怎样做得更好 因为所有好的意见 不适合都用说的 你一定要拿着 拿人跟你说 但慢慢修认 这个方法才会好 因为你如果没做 别人跟你说 你不一定会相信 你也不会照样做 绝对不会 所以我感觉 一个领导者 他心想要给他看 你 譬如说你是博士 你也要听看 这个小学毕业 他跟你说什么 搞不好 你就是欠缺这一环 所以每一个层次 你不要去忽略 他绝对是有 因为我们一个人 不可能完美 一定有缺口 你队做不好 都一定有缺口 那就是在刻板 人在告诉他 有时候 像我的经验 我会很敏感 就是说 现在有人跟我建议 要做什么 我会去听 因为 不来不去 人家跟你建议 这个要做什么 一定有一个原有 他一定有感觉到 是什么 因为我会跟你说 你们要去注意这个 譬如说你在做的中间 人家会说 我给你建议什么 那个你一定要很注意 那个都很重要 所以 以前在学校设 是老师在教 现在出社会 是要教你自己 你的周遭都是你的老师 但是你是要怎么用 怎样看你 所以 譬如说 后天条件 那几行里面 就是说 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但是你就是尽量 有这些条件里面 你要做一个领导者 套法 譬如说 深入要说 文化的气息 就是说 宗教可以影响你的决策 像说我们现在真里面 都没有宗教信仰的 你去看看 我看看 都没有宗教信仰的 都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都是靠工作经验 他的工作经验如何 他就是趋向如何 不是说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好 但是他要创造高峰 他一定要有一个精神支柱 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好 不一定是宗教 你一定要抓住一个 精神的寄托 那个精神的寄托 会加分 本来你做到90分 他会给你加分上去 因为那些人 要有一种刺激力 一种冲力 那种冲力 在平凡当中 它是不会发生的 他一定要有一个冲击力 才会发生 所以是什么 宗教家 现在全世界 最会影响的就是宗教家 您知道达赖喇吗 他由西藏流亡到印度 他很厉害 他可以寻求到美国的资源 跟全世界 他到处 因为他这个国家 跟他散 他也没钱 但是他都向全世界发出 全世界强者 他都是同情弱者 强 他会帮助弱者 所以他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好 很多国家的人都要资助 像我们今年台湾民政府 也去西藏 达赖喇喇 德兰沙拉 他那是一个山 那个山很贫瘠 因为 他的造金是美国扶的 然后他的道路是印度做的 他自己都不用开极 因为他流亡政府 所以他在那裡 他的政治方面 都是印度和支援 他自己没有 他是怎样 他能够在那边 他们在那边好像流亡了二十几年了 是怎样可以这样 因为 达赖喇喇他那时候 不仅是宗教领袖 也是政治领袖 他们两个跟合作会 因为他们是密宗的 西藏的时候 他就是政经合一 所以他讲的话 他的人民通通听 你去到那里面 你会觉得 他们的人民 很效忠达赖喇喇 那种效忠 胜过 你对日本天皇的感觉 还是英国女孩的感觉 都超越那一种 那种效忠就是 几乎是精神领袖那种效忠 所以他那么弱小 他也没有什么资源 对不对 是怎样 他有法度来到印度 维持 他的文化 因为他们的文化比 中国比较久 他们为了这样 要保存他们的文化 他在这个 德兰沙拉家 社学校 甚至他们又怎么 背拥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在西藏 那个女孩子要生的时候 都把他接来德兰沙拉家生 生下来 孩子放下 他们回去 回去西藏 然后小孩子 由国家来培养 育幼院 孤儿院 学校 和图书馆 什么 都是政府来 培养 他们就是为了要 这个文化 延续 像他们说藏文 对不对 因为在中国 所以他们说普通话 再来他们一定要教养技 所以他们这三种 在幼稚园就开始教了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我感觉到 越是困苦的国家 他的对生命力很强 寻求生命力很强 他们训练很好的翻译 你现在和他在说 他可以同步翻译马上出来 藏文哪好 英文哪好 同时 很多语言出来 你要想想 他没有什么武器 他就是用这个 培养 所以我们 可以感觉到 不是你小国家 你就没有希望 像我们台湾 小小一个岛 对不对 我们四面都是海 其实我们物产很丰富 海产 这能不能应用 就不得了 因为过去的政府 他没有在保护这个海域 所以我们的海域 很多都绿绿绿 有的破坏 像珊瑚的都破坏 所以 定义说 你把沿岸的海域都破坏 现在是有更好 开始买 然后 你台湾境内 都污染工业 所以你再把台湾的土 土壤土质破坏 然后山的开墾 所以你把山区破坏 所以 台湾走到今天 就是说 没有一个很良好的政府来管理 所以 台湾避到这样 你如果 你若是先进国家 你那里生的地方 一定是管理得很好的 像大家都很羡慕瑞士 瑞士生生的 但是为什么那么羡慕 因为他们的福利制度 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然后注重教育 教育水准也要高 这就是说 政府对人民 真的有在关心 你若说一个政府 像菲律宾是怎样的 会变到今天 那时候 30几年前 美军占领的时候 菲律宾经济比台湾还好 为什么买来的旁边 因为菲律宾他有建国 但是你老去菲律宾 你应该知道 他们的人民是什么 他旁边就更懒惰 更不爱做事情 所以你一建国之后 你有钱 大家一定不爱做事情 然后能贪污就贪污 所以你看菲律宾 你走到现在都是外劳 他们全世界都去 都是外劳 是怎样的旁边 就很科学 那美国在境外 很多占领地 他都处理过了 我们台湾是想买一个 所以他都知道 你占领地 如果要起来 他的缺点是什么 所以是怎样 他现在跟我们说 要用和平解决的方法 就是避免 以前他在其他国家 的那些因素发生 所以你有觉得吗 我们新闻部取消 海关现在在进行 牌照现在也在进行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护照问题 免签问题 现在都一项一项出来 这是要让人民 慢慢感觉 其实政权已经在变了 你如果一下子起来 人民是不是受不了 因为他没了解 他没有办法接受 你台湾一世之间变这样 所以现在是慢慢来 你就是慢慢说出来 让大家知道这个情形 现在就是在训练 你自己做领导做的时候 你是要怎么把这个 宣传跟他说出来 你要靠你自己 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 没有很多钱 人就是一个资源 就是客人去跟他说 你一个人 就像一台电视台 那么多电视台 你把他说出来 是很多的嘛 然后你在复制 譬如你跟那个人说 他再复制 当然就是很多的嘛 这就是说 没有钱又没有钱的方法 你不一定要很多钱 你像个民党欠了多少钱 他又怎样 他也没有创造出生命回来嘛 所以方法是人在用的 不是说 不是只有钱才可以做啦 所以我感觉说 一个公司也好 你看喔 人的组成最重要 你的人如果不行 你这间公司可能很难拿 像我乘在饭店 我很了解台湾饭店的经营 饭店喔 他哪像一个小型社会 因为喔 他过台 这些客户部啦 总务部啦 安全部啦 工程部 还有什么 很多部门 他也有接待兵嘛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 项目都有 他在里面的 因为他是服务业 所以他很重视这个服务品质嘛 所以你在饭店里面喔 客人是付钱的嘛 他会感觉说 我出钱的最大 所以客人 他就是 有的是无理要求 我要怎样 有的是好 所以你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从饭店的经营喔 你可以感觉到说 台湾到底怎样 因为台湾也有外国人 投资来台湾开饭店的 像日本人来台湾投资 开饭店 他是怎样经营呢 他是授权 老板在日本 对吧 他才可能派一个总裁在这里而已 他家都总是用专业人员 可能是用台湾人 但是他就是 看报表还是电话遥控 因为你如果是真的一个经营者 你看报表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啦 所以 他日本的经营模式很注重这个人 他人的因素就对啦 你的休闲也给你考虑啦 你的福利啦 你的工作时间 你的种种加班 他都是给你考虑 然后会让你觉得说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很舒服 他一定给你这个感觉 但是你台湾人经营的饭店就不一樣喔 他会压榨你的工时 他会说你要尽你最大的能力 来做这个工作啦 超过时间也没关系 尽量跟这个工作做得好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人不是基气啦 比如说他的能耐 你不要八点钟了 你要算他做十几点钟 他后边的四点钟效果就是不好 对不对 你算他十几点钟在那里有什么好 没有那个效力啊 日本工师就是 这四点钟 他们附近给你台湾 就说你三点钟效果好了 你不要做 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 你没有效果 你这个头脑一直带进啊 你没法再出来了 所以你国外工作很短 就是这样 像在美国他也有工作一天四个小时的 他算那个工时啦 时薪啦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那就是说你的状况不好 你就不要做了效果 你不知道说你对你这个工作 你可以尽责啦 所以我是觉得说 做一个工作责任制比较好啦 你觉得你要怎么做比较好 花这个时间 你现在很累的 你不要做 责任制会比较好啦 你把一个人 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绑在那里 那个不好啦 因为他是 每天都给你看的而已 我就来上班 我也打这个卡 就在这 人都在这 这样这个 不会有动力出来啦 所以喔 我们台湾民政府未来也是这样啦 我们的上班就是讲求这个效率啦 这效率问题 讲求效率问题就是实力喔 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实力喔 你如果没有实力你就做不出来啦 所以喔 现在我们在培养的时候喔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专场里面 像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喔 都一直在 你叫你们说专场 对不对 那就是一而再再而再 要叫你想啦 你到底是做什么最好啦 有可能是说喔 譬如说你设会计 对不对 但是你一点都不喜欢 你可能是去做交通 喔 我就很感到这 你的专场就是要说交通啊 你不要说你设计那些 你不感到那些 这专场就是什么 你学什么东西最快 那个一定是你的专场 譬如说我对这个电阻喔 一蹦我就会效啦 这个就是你的专场 虽然你不是念这个喔 不要紧 你的专场绝对是在这 譬如说你不是设计电脑的对不对 你也不是设MIS的 但是你很奇怪 你一蹦你都会效 你的专场就是在这 譬如说你设计计不错 也不要紧 譬如说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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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很奇怪喔 你做的水果 都特别好吃 都买得很好 这就是你的专场 因为一个专场 你如果很厉害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诀窍里 对 你这个诀窍就是 用来诬别人的啦 你如果要诬别人 就是诬别人 不是诬别人 不是诬别人 还要把他绝对 跟你说理论 不是这样 因为一个实力 要看你有实力 就是说 你也要说诀窍嗎 我知道有的人 有的专家是怎样的 说他什么 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你就没看到他做的 你也知道 但是听他说的就知道 同样一件事 你如果他问三遍 看他怎么说 你就知道他那是专家 他真的专家 会诀窍跟你说 他如果没有诀窍跟你说 都跟你说 这理论 他绝对不是专家 所以有的人会评就是这样 听一遍觉得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就这样就去做了 所以我说 你这个社会里面 大家都可以做博士 因为你就跟他那些人 跟他那些人很厉害 你就是博士 因为 像那时候 美国建国的时候 南北战争 他也是乌合之众 他也不是大家都很厉害 就反正 他美国都叫他来 叫他来 撞起来 那也是那些人起来 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叫 因为他就是 在早期有很好的领导者 要怎么带这些人 要怎么走 那是最重要 如果你们都 像说 现在是美术人 在带人来走 对不对 我们相信他嘛 你就是照他的方法 这样做就好了 你不要想很多 有些人 比如说 秘书人如果说一下 他会想说 他会这样对 每句话去怀疑 你如果可以说 每句话去怀疑 就是说 表示你要变他更厉害 你要变他更厉害 你才能说这个话 你如果没有变他更厉害 你就不能说这个话 因为 有人在说 为什么有些人说话给他听 他会听 有些人说给他听 他会不会听 那差在这里 就是说 我们人一生 不能随便乱讲话 你现在要说这句话 你要负责的 你说出来 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这个是要负责的 所以不能带别说话 如果你都有这个习惯 不带别说话 我跟你说 我相信不管你跟谁说话 那些人都会给你听 你可以试看看 真的是 所以 你像各国人秀 在发表政见 你注意看 他们是用什么态度在讲话 你去看 好 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有一个共同点 当他们在发表这个 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很慎重 每一集都要经过 下个大家讨论过 这篇文章 身 你这个人的价值就有 价值是这样起来的 所以我们团队一直在说 道德观 道德就是那些人 道德很难形容 但是你就要用做的事情去看 那 那 为什么 这个工作经验 这么重要 像 你学到那么多理论 你如果没去做 你没有办法证明 你这个理论 到底对吗 因为这是一句 很好的话 但你没去做 你不能证明 所以最好 你可以说 你听到这个理论 才好 你把它做看看 看可以实行 因为 像我们在学校 在讨论 你要下论论 你要做什么 你一定是 到你的实力 你有去做 你的实力下出来 不然你是 没法通过 所以 必着说 你要成为一个专家 是你这个理论 你要去证明 你不证明像 有的人 做成立是怎么会失败 你知道吗 有的是 看别人说 现在开这个很好 炸鸡很好 麦当劳很好 7-1很好 有的人 去加盟7-1 7-1在前五年开 都开本 因为经验不够 统一 他不是开那个连锁店出来 他也在试音当中 所以统一 前五年 那些7-1的 都开本 他是五年之后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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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开7-1的人 人家会说 你头上派 前五年 因为他会说 那一般传统的杂货店 都不太熟 都要一大堆东西 你又开到那样规模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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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都说 所以 传统的感觉店 又有 没有 没有 因为时代在演变 你资讯发达 尤其少年 你接触的都是国外 还是资讯这方面 没有 比如说 你店开那么多 杂货店一定是传统 那个模式 没有经历 不太清晰 那7-1就开得很清晰 你想 你会走 这两间 你会走去哪里一间 对啊 因为清晰 我进去舒服 你就是过一口两口 也没关系 一定怕的 那这个杂货店 乱七八糟 你可能要去找一罐饮料 很坏 你又说 我又没打扫 你会购买 就不购买 所以慢慢 传统的感觉店 就没了 所以整个被7-1取代 7-1取代之后 因为他 连锁的方向人出来后 他就开始 加盟很多 像说 收费 费用的收费也有 还有 宅急便也有 就是说 可以加入的 都给他加入 因为你一个人 只要走到7-1 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之后 你一定走到 7-1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再走 所以他就把 台湾所有的民生 可以尽量触碰得到 他都放在他的业务范围里面 所以你现在看 7-1越开越多 大家也要开 甚至乡下他也要开 甚至乡下他也要开 他的过程中 都没有什么房子 都空旷 对不对 也开了很多7-1 他为什么要开那么多 因为他想说 你开车的人 如果累 这是鸟不生蛋的地方 不要紧 刚才一间7-1在这里 你一定停下去 去美甲部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 7-1全国业绩最好 是在恒春 因为你所有人去那里玩 都会累 对不对 方便停的 就是跟他停下7-1 因为7-1的停车场很大 你把它停下 记得 因为你有当时有很多人 你去餐厅吃饭 要等 你记得7-1什么 都买好了 那微波什么都好了 所以大家就都记得买 我的记忆 有一间7-1在这里 你如果去恒春 买去河山场 那个十字口交叉 那没一个7-1 那里面有一个 天鹅府民宿 那里 那间7-1到过年 你怎么知道 一天 譬如说就历年就好了 厨医 你会知道 那些东西都破好了 你跟跌倒十几点 记不过去看是空的 很恐怖 你开店 常常伴得了 然后跌倒 再補一遍 又一台车来了 又補 买到差不多五点 又空了 然后人家又補一遍 所以他如果过年一天 要補三遍 你看 那个业绩 不是几百万而已 你看他吓人 所以想想7-1要越开越多车 就是说 他结合 人民的方便性料 他发表说这个业绩 成长 神速啦 有够惊 他比台北市高雄市 还是台中市的业绩都更好 所以你就知道 你如果要开7-1 你一定要开 需求性的地方 你因为你市区太多代替品了 你不一定会去那里 你这全家哥出来啦 他哥 白鹅 白鹅 白鹅腹 很多车都出来了 他也是都 7-1要这样做 这个拼 就又崩溃了 所以 你台湾做生理 就是那 小鹅子 你看他做好 我也要这样做 其实这样不好 这样到最后 两败俱伤 消费者只能去一边啦 我是要去一间 那间 我来你一间 我就不去那间了 所以 你们以后 你们要看懂这个 最好创造双银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将来 要走 金制农业 比如说 高雄地区 他如果是种这个 链部好 你就让这个地方 链部做很多很多 很专 你台南州不要再种了 你大家都以前 这个价格就落下来了 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要培养 你这些土壤适合做什么 你就做这个 加什么 全部都分开 那你所有各州 都赚得到钱 这就是领导者的头脑 你就要有这个头脑 不要说你以后 你如果 譬如说好 你是农业厅长 你就在做的时候 各地区没有那种 生产合作社对吧 你就要规划说 生产合作社 这要做什么 做什么 全部都要分开不一样 然后 你水果出来 因为新鲜水果有期限 你还要动头脑 怎么样加工 变成 期限拉长 加工的产品 但是你加工的产品 添加物要研究 不要太多 看要怎么处理这个 然后行销 你还要交给另外一个部门 什么单位更厉害行销 这个单位付接行销 这样子你台湾的企业会做大 一个政府单位也是这样 当然这个都要 这个都是评估里面的条件 我说的先是大方向 当然有条件要去评估对吧 但是最最重要是制定政策的那个人 你政策错误 这整个都不好 因为现在各位是领导者 你要考虑是政策 如果你的政策错了 你再做很好 你会脚整个都不会了 会变的 就像我们这样带一帮人 你开始很多人 你介绍很多人进来 到最后是怎么没人 是怎么那些人都走 这个你要研究 是怎么 你说什么 他们都不要对立 这是什么原因 他绝对有原因的 你就要去跟你的组长来讨论 为什么我这个情况是这样这样这样 讨论完 你再去做 你如果能够改变 表情对症下药 所以一个领导者 你不要死守着自己的头脑 我就是要这样做 我感觉我就是要这样做 你都不跟人家讨论 这是不行的 所以你为这样 譬如你是小主管 慢慢做到中主管 再做到大主管 你的气度也不一样 你在小主管的时候 你可能无法忍受 他给你消灭 但是待会你跟大主管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些没什么 因为意见不同是正常 所以要培养一个领导者 最重要是你本身的素质 你如果没照好 还有很多方法跟你说 你处理出来 呈现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 有的人 有的人会说 我都是听你这样讲 我也是照这样做 问题是 说10个人在这儿听 为什么你们10个人做出来 都不一样 也是同样听那些话 但是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听进去 你的头脑不同 你的消化 你的程式的组合 就不一样 譬如说 我现在跟你说 这个道德观很重要 对不对 有的人说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这样要证明 你的道德观是不是很高 不是你讲的就算 那个要证明的 因为将来 大家都是这个领导做的 你做出来的成果 人会去给你检验 人会跟你说 这好啊不好 所以你的德政 就是 别人看得到的 这不用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 别人没看到 也是没有了 所以各位要知道 培养一个领导者 因为现在你们就要开始了 你到执政的时候 如果一两年 完很多事情嘛 你在经验个几年 超过五年之内 其实培养一个领导者 也可以啦 中阶的这样也可以啦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领导者 是由现在开始 这方面有很多种 实在说不完啦 坦率我说这个文化气息 我建议大家 认识之后 看你的上镜中去欣赏美的东西 音乐也好 美术也好 反正三个月都好啦 还是说百货公司 你去看 你会不会建赏 然后你会不会去猜 价格在哪里 这个东西的价值 到底是多少 你看你看得出来吗 如果你看得出来 如果你看得出来 表示是可以啦 表示你在一个程度 有某种程度啊 这很重要 所以各位 你如果在开公司 你不要万贪说 我为什么做不好 开不好 你去检视你所有的因素 改变就好了 绝对是有这个因素在内容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一直努力在你这个领域里面 你一定要跳出来 去外面看 看不相干的东西啦 譬如说你去游山玩水也好 譬如说你去阿里山 你去日月潭 或是说你去都没关系 你就是去看 看不相干的东西 看看那些环境 带给你当时的心境 改变是啥 绝对会出来啦 因为喔 所有全世界的领导者 就是都这样在做啦 他不是都住在里面 在想而已喔 他一定要走出去 但是他走出去 你也不知道啊 因为他便服嘛 你当然也不知道啊 但是喔 所有的领导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啦 你一定要有很坚强的毅力啦 你不能轻易放弃啦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喔 你觉得你做到九分都失败了喔 有的人可能就放弃了喔 可能在最后一分才成功啊 这个很难讲啊 所以坚忍的毅力是这个 后天条件里面最重要的 喔 然后这个 有时候喔 你是不是一个领导者喔 你要反问你自己啦 就是说 我要不要做这样 还是我 我喜欢做辅导别人 喔 就是说我喜欢当助手 当助手就是一个螺丝针也很重要啊 啊到底我要当哪一种比较好 你自己要去想啦 因为 我刚刚讲那么多的比喻给你听喔 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这个素质的培养 不是一句可以做的 是很多方面很多方面 累积起来喔 但你也可以做到几分 你就做到几分啦 也不要强求啦 比如我只能做到50分 那我就先做50分 不要我硬要做100分 结果喔 表现出来是不像 会变成這樣啦 所以你依你的程度去做就好啊 我可以做这样 我就做这样 啊然后 慢慢的更进步就好 慢慢 慢慢会比较好啦 然后你常常要跟 比你懂的人去聊天啊 你不要喔 常常跟比你差的人去聊天啊 你一定要高于你的人去聊天 你高于你的人聊天喔 你才能聊到一些东西出来啊 不要说大家聚集 这一会喔 啊都姑 Desさん这样说啊 那就浪费你的时间啦 像我不知道喔 你这边来 你跟几个人讲过话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这边来 你如果有法度大家都去讲话 表示你的公关很强 尽量去认识这里所有的人 因为怎么 未来这些人有可能跟你共事 对一个要跟你共事 你不知道 但是一定有 再来我们今天内 各行各业都有 你要去了解 跟你不同行业的人 他到底知道的是什么 你懂了 你就是把他扭过来了 像我们内内 我觉得有很多专家在内 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跟他们聊天 所以你怎么重视每一个来的人 因为我相信 全台湾这么多人 为什么刚才我们这些人来 每一次都有一批 都是那一批来而已 表示说这一批的人 比较类似 我们的心 比较类似 所以你要去认识更多类似的人 这样你的公围 比较有一个对应 这也很重要 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说 你如果十一注行的需求 你都没问题了 你一定会考虑你的娱乐 通常你的程度 如果走到娱乐这里没问题的人 他比较会去关心别人 奉献 给予 他才会这样 不过如果走到这里 他会想要说 我这一身中 要做一件有成就感的事 到底 走到这里 有的人 你会比较多 对不对 我到底我这一身 这样走来 这一张白纸要写什么 你一定是有 有这样的希望嘛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你的成就感是什么 你把它写下来 这个可以激励 你往这样走 因为我感觉说人 当然 你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奋斗 工作 希望 可以稳定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在打拼 在工作 但是你 你刚才差不多 四十回的时候 你就稳定了 你 你有五十回 差不多收成了 你六十回以上 你就是在 磕路要交棒 你七十回 你可能感觉说 我这一身 不用再做工作了 我可以睡觉了 可以说 我知道 来帮助别人 你一身的过姿 这样走下去 后 你 你一定内心 有一种 我到底是满意 还不满意 这一身 如果 你可以做一个工课 你回去做一个功课表 你是几回 你可以由于二十回开始下 二十回 你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你可以下到七十回 你要下到八十回 也可以 因为我们内心也有很多七八十回 我感觉 我们要很鼓励 而且很赞赏他们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七八十岁还愿意出来 替我们台湾人来打招 这种心是非常非常难得 我们来鼓励一下 给他打招 所以我们现在七八十回都可以来民政府的人 我们真的要很尊敬他们 因为他都在带我们的后代付出 这很重要 所以 你如果七八十回出去在说话 只要你说的是正確的 一般会给你听 他也会敬重你三分 所以你如果七八十回 如果可以 你就尽量敢说 我知道现在比较少年 比如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可能不容易接受我们这个法理 这不要紧 你讲过就好 你就先放下了 因为 一个领导者 你就要各种层面 你都要有 触碰到 你不才知道 这种人是怎样 所有的人怎样 你就会清楚 你如果做那些项目 很容易成功 就显现不出来说 你是要怎么处理事情 所以你处理事情的能力 是你很多事件发生 去处理 你那个能力 才会培养出来 不是说你很顺利 那个能力就出来了 不是这样 所以你 含人家说的 有的改成的人 是因为前面失败很多 他就是失败很多 他才有法度跟你说这 不然 他都没对到 他要怎么跟你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 不要去看清任何一个人 有的 垃圾车 或是说他 货运司机 或是说他是 在买东西 或是在加油站 反正不关哪一个行业 我觉得里面都有精英 不是说大家都这样 但是你会看到 为什么这个人只是加油而已 你觉得他很专业 也很负责任 把他这个油 加好 再把你这个人家 服务得很好 有的是这样 有的不是嘛 所以你就有看出那个差别 所以你要做一个 很好的领导者 是看你自己 你是要怎么做 不是说 不是说别人来证明 你很好就好 是你自己的感觉 我到底是这样做 这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里面 你不用担心说 人家有没有看到你 重点就是说 你表现出来的 是这样 人家绝对看得到 这不用你去说 所以这就很重要 我不知道 我们这里面 做农的人 拼手看看 我看有多少 农的 农的 好 做生理的 拼手看看 好 公务员 公务员 还有其他行业 我没说到 我做工的 好对 来做工的 拼手看看 好 好 没拼手的是什么种 老板 他说老板 他说没问题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 台湾 我们台湾 民政府最适合 营养没问题的人 来啦 哈哈哈哈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里面 很需要来做技工的 很多志工的 事情 你像我们的核心 你们报名 你想想看 你们一边来 那么多人 我先的二人 会让我们修理 做机会 那 funnel 我们都需要艺公的 叫做院 所以各位 倫药 如果预求来 可以把它努力 你要说 黃小姐 那你会有什么 需要我给他努力 你会让他努力 我们就主动给他担 如果电火已经没人了 我们可以担他 这个就是说平常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志工 举手之劳可以做的 我们就都给他做 像这也同样 你觉得肚子有垃圾的 有垃圾是怎么会担在那里 你也可以把他拉起来 就是维持这个干净 因为我觉得这种干净 这是人民的素养 像我在日本和美国我就看到 尤其是日本这个国家 你去吃饭吃了 你们去洗手间 洗手间里面都有洗手的 还有一堆 还有一堆刺的 我就偿偿看到他们的人 他现在手洗洗 有人那些水会噴起来 那些镜子 他们就把那个布扣起来 刺一刺 这个手台这里有水 他也要刺一刺 几乎每个都这样 所以你下一位又去门的人 你会觉得很清晰 不是说服务人员 他们都只有一根子就在顺乏 不是 因为他的人民 他的素养就是 我这个用淡油我就刺一刺 他们就是主动会这样 这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是派很多服务人员 这刺那刺那刺那 要到处在刺 所以他清晰 因为美国国家 他的民族性跟日本不一样 日本他就是 什么都要自己做 所以他就去做 美国这个国家就是 很爱给消费 你去做 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感觉台湾要什么 以我们目前的条件来说 我们要自己去做 因为我们没刺很多人 我们没刺很多人 所以如果在队 可以让他清晰 我们就是自己做 就是要这样而已 就像你把他动作 是你自己的地方 其实这个有帮助 你将来执政 你的单位你是要怎么刺 他怎么说 我有去过人的办公室 你注意看 公家机关的办公室 跟私人机构的办公室 你看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感觉 不一样 你公家的办公室 是怎么办 这个鱼的花蜜 也没人要灌 那些蜡蜡也没灌 因为那个蜡蜡 他们说 那个工友要少 他的单工友要少 但是私人机构就不一样 老板看到 那些蜡蜡 快点大家就要用了 所以你私人机构的办公室 一定是要清晰的 老板来看 这不行不行 但是你政府机关 那个首长 不一定都坐在那里 所以没人看到 是会账的人坐那里 所以会账的人 他也没去管 所以 是怎么 很多公民的事业 最后都开放民营 一般开放民营 他的业绩也成长 以老板的要求 你如果公家机关 那个老板是什么 那个老板是不用出钱的 对吗 对吗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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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出钱 通常不会关到那里 离非是这个老板出钱 要他就会关了 所以以前有人说 出钱的人最大 你当事业里面 也是这样 出钱出最多的人最大 公为最有力 这就是必做这样 当然 我们现在的政府 因为 很多因素 必做 今天有台湾民政府 所以台湾民政府 说实在 很多人不相信 是因为 他们没有逻辑观 他们的逻辑观 通通不好 你如果能够 让他静下来 把这个逻辑观 都说给他听 我相信 中等之子以上的 就会听 所以 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 你要跟谁人说 你先看 你自己的能够 说到对 这很重要 所以 所以现在 你们各行各夜 你是老板 也好 你是做产的也好 做工的也好 不管你做什么都好 你有法度 你那个领域 做得更好吗 你要先问 如果你这个领域 如果更好的时候 你将来 执掌政府部门的时候 你同样就搬过来就对了 那以此的推而已 只是那项目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那处理 事情的方法都同样 对 就像说 我们的 全的台湾的 败是怎么样 我们的小孩 就是国民党教育 对不对 他们的教育制度 就是这样 所以 他要把我们 变作像他们的 那些都不好 对不对 现在我们民政府接近了 我们重视教育 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 来改变我们所有的教育 你看 你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20年 要完全把你的头脑扁过来 对 你看这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的教育部长 对啊 所以我们的教育部 教育大臣的 一直在 现在就开始在研究 一直研究 所以将来 现在如果60岁的人 你也看得到 又20年 你比80岁而已 所以 你如果60岁以下的人 将来都会看得到 我们的教育部 怎么办 你绝对的 都不一样 甚至 你现在生的民 都会不一样 因为 要学童改造 因为你跟不一样的人通分 你生出来的民就不一样 像你有感觉吗 基本在那时候 50几年以前 他们的民 跟现在 日本人的民 有什么 没有什么 因为他们通分 他们跟外国人通分 那民就都不一样 天国也都不一样 台湾 以后就是要创造另外一个民主 所以也是不一样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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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他说没信心 我觉得那很奇怪 你要 看懂未来 你要往未来看 你不要看过去 有的人说 中国很厉害 国民党多厉害 又压背又差 一大堆 你看他干嘛 过去的历史 又不会回到现在 你就是一定要看未来 那个未来 不知道会怕得到 所以你就要更简单 所以 秘书长说 他也反映 国民党 民进党 什么党都好 星期二也没关系 只要你的心是爱台湾 那就是一个机会 你如果 你如果不要改变 你又是国民党 还是你是什么党 我跟你讲 你未来的 没有希望 因为这个国家 就是要改变了 这个政体 就要改变了 你又抓着 过去的国民党 你是没法 避着未来的台湾人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大家要有智慧 不管你 你现在是做什么 你一定要看懂未来 未来 不是国民党的世界 你再去做 那 那就很公 对不对 所以秘书长 他也没怕 丢白要去买 因为就是 你别人 你是台湾人 就是要让你一个机会教育 让你知道 说 要事实是这样 这都不是秘密 我们现在在这里说 这都不是秘密 这也没怕 什么人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 公开的一件事 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 尤其是台湾民政府 因为美国要求我们四千个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一直在训练这个领导者 我不知道你看有没有 像说我们三天在上课 你上三天 你到底是要怎么把这些东西消化下去 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是要怎么做 像说 我不知道 我们来这三天 我们来的工师 你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不知道吗 知道吗 如果你们知道 你可以去跟他们私底下聊天 你就会知道 这个人 他到底是怎么 这个怎么怎么 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坐这个位置 那今天为什么坐这样 你是领导者 你就要去学这个 人家像说 你还不懂的时候 你要先模仿 这是怎么做 然后你再加入你的东西 然后才去创造 这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一个领导者 他不是 给别人来跟你说怎么 你才能做 是你自己 先说 我要这样做 因为是你要 你才有办法做 如果你不要 你才能做 跟你勉强说 叫你做这个 你做不长久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们这三天 最后来的课 你们有做笔记的 给他手 看看 这样 这样才好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你有听进去 因为你如果在做笔记 你会听进去 未来像你这篇 你这个讲义 跟你初级班的讲义 你都要收得好 然后一直看 这是我们的精华 浓缩起来 其实这些资料 就足够你出去外面讲 再加上我们的忙碌 一大堆东西 所有的课音 还是说 首页那 秘书长下的文章 一大堆里面 那让你看不完 所以你 你慢慢消化就好 你不要一遍 说太多 再来 你需要的工具 你也可以去问 你的组长 因为就是说 我需要什么样 怎样怎样 因为头前的人 也都很多资料 你也可以去请教 再来 每一周 周长 副周长 周长有一个主任秘书 有一个发言人 有副理会长 各有参议院院长 会有30个厅长 然后参议院这边 一个参议长 三四个副参议长 会有更多的参议员 这个参议员 是根据各州 有几个乡镇 他就是几个参议员 一个参议员 负责一个乡镇 这是我们的民政府 内阁的一个分发 至于你适合当什么 你要去跟周长谈 譬如说 我说这个厅长的部分 他有什么项目 厅长 有民政厅长 所谓民政厅长 是在做什么呢 互赠国土的官吏 像我们所有全国互赠 还有国土 这边怎么管吏 这是互赠厅长在做 再来 农业厅长 农业厅长较好了解 就是有关农业 所有的事务 所以你如果做农的 做农的 要有管理的头盒 他就是做农业厅长 还有一个灵物厅长 灵物厅长做什么呢 造林 三地的管理 像我们现在 开阀的山区 这些 全部都是灵物的管理 像我们国民党 他把国家公园 都归离灵物局 没有 他现在没有归灵物局 所以他的管理很奇怪 这有灵物 还有国家公园 分开的单位在管理 这个 他还有营建署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矛盾 所以将来 民政府就是要整合 所以你如果是灵物 方便较别的 你就要去讲灵物 海洋厅长是什么呢 资源的开发 我们所有海洋的部分 到底相关的是什么 因为台湾与科学就是说 没有好好来保护海洋 现在要开始做嘛 所以这个海洋的厅长 我知道在台湾里面 比较缺乏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你如果知道 有海洋的专家 一定要给他介绍出来 好 再来水利厅长 就是台湾的河川 这个管理 也很差 你有感觉有时候台风就大河 淹水 对不对 这都跟这个水利有关系 台湾的水利局是没什么在做事 都是那个矛盾 还有司法厅长 我们的司法就是法务转型正义 所以你们现在要念法律 还是司法相关的工作 这要怎么给他介绍 因为这方面也比较少 还有商业厅长 商业厅长是在做什么呢 商务跟国际贸易 因为我们是海岛型的国家 我们注重贸易 像新加坡自由贸易 香港自由贸易 现在是新加坡较好 所以将来 这个自由贸易也招来台湾 因为全世界的人 比较要跟台湾人做生理 再来工业厅长 工业厅长在做什么呢 你这个产业发展的规划 你看台湾 团是怎样 你一定区域要分 工业区里对 商业区里对 住宅区里对 什么区里对 你都要分成做 这个很重要 有一个财政厅长 财政厅长是财务的调度和预算 这有在银行做工作 还是公司附接这个税务 或是财政的人 跟他设合 可以来做这个 审计厅长就是收支统计的审计 这跟财政有相关的 因为审计这些都要配合的 法治法务厅长 这就是移民 跟这个海关有关系 这将来是中央的训练 跟地方的结合 所以我们派去海关的人也太多 所以你如果对海关有幸福 也是可以说 再来规划厅长 规划厅长做什么呢 你的经济统计 跟你的这个规划 你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规划 因为经济的规划决定政策 这很重要 教育厅长 这就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是在教育界 你对教育还有影响 可以说 如果你们不是在教育界 也没关系 你就是对教育很热衷 这也可以 再来体育厅长 体育厅长就是说 以后我们要对国外国来 运动的比赛的这个规划 就是说 我们怎么让我们人民 感觉说 我们运动项目也太多 因为过去 比较没在做中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改变 我们人民的这个身体 所以要怎么注重运动 再来健保厅长 因为我们现在的健保局的 这个规划制度很不好 要做健保厅长的人 我希望他是逻辑观念很好 你不是设这科也没关系 但是你这个逻辑的这个 整个程序的配套 你很厉害做的 这个 很需要这种 医务厅长就是 医务规划的管理 你是医务方面 设医务方面的人 都可以来做 因为你比较懂得这方面 这是一种规划 所以你对全世界 这种 医务要了解 我的疾管厅长 就是说你流行病的管制 因为有时候全世界 那个国家什么 带来这又什么 这就是 这跟移民 移民质毛关系 所以这个 这个流行病这种 这也是一个 专的部门 我们也要去研究 这个宗教厅长 我们的宗教厅长 会反映什么呢 如果你是牧师 如果你是法师 还是你是出家的 什么 我们很欢迎这种 因为你就是这台北 在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秘书长 他有强调 希望是这方面领域的人 牧师也可以 过来是环保厅长 你的污染的管制 因为 将来我们台湾 要比瑞士更好 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环保 这是执政后 你马上可以看到的 这个要先做 再来交通厅长 这个交通厅长 陆海空的规划 所以 耳交通的人 我们现在耳交通也比较少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介绍交通的 再来邮政厅长 就是说 有物有储 营运的管理 不是像现在 现在国民党的这个 邮政 里面的业务 有的太 太复杂 然后交叉运作 重复性太高 我们就要简化 所以我们的邮政方面 其实这是 需要很细腻的人 很仔细谨慎的人 比较需要一种人 资电厅长 资电就是说 通讯管理广播电视 因为这是媒体的 所以将来我们很重视这个媒体 因为我们的媒体 几乎要全面换 所以这很重要的 再来警政厅长 就是我们的地方 治安秩序的维护 因为将来我们就是像 日本这样 像有政卫队 我们叫做黑上部队 智慧队就是 管理这个政卫队的一个单位 后来联政厅长 联政厅长是要查 贪污的这种公民的 人权厅长是要转型正义的 所以我们的警政厅长 联政厅长 人权厅长 将来这三个单位会结合 文化厅长是什么呢 文化才保护政见 谈刀我有说到 我们领导者的素质 最重要的在这个文化的气息 要注重这个 所以我们的文化厅长 他就是音乐 美术 宗教什么各方面 他要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将来我们台湾的文化 我们台湾文化要怎么走 是在看这个文化厅长 怎么制定 税务厅长 就是我们的税务 税率的规划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目前 有很多税 这种税是不好的 有的都重复性 这我们总理是一个专家 劳工厅长 劳资的纠纷 就业辅导 我们这个劳工 我希望是怎么样 他是从基层起来的人 最好 劳工这方面基层起来 他才知道在里面的问题 在里面 然后工艺厅长 就是说 工艺事业 慈善事业 也要走出这条路出来 帮助很多优秀的团体 我认为我谈到公演的30个厅长 是让大家税为你要有一个印象 我到底专场在哪里 跟你的州长去谈 他大概知道你是怎样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 拉里拉杂公那些 就是要让你自己去整理 你是要怎么做一个领导者 你所具备的条件 先天后天 你的努力都有 不要强求 做几分算几分 那是不要紧的 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到这 好谢谢大家 大家再高充一下 送一个姜片会 说得很好 我本来是想 一点钟而已 我就认真了 听着听着 我一点钟 说要一点钟 他也很高充 说我两点钟 说我吃青菜 所以 送一个礼物会 给他鼓励一下鼓励一下 他开始在说 我感觉 我感觉心有奇迹的 最近我听那个 莫扎特的那种 西大调的钢琴协奏曲 前一阵子 上个礼拜我也听到 他的钢琴作名曲 他的钢琴作名曲 差不多四十几圈 我在车底 塞车要回到南港 他还没闻到 进入这个 心力以后就开始听了 听得很感动 不感动在家 不敢在家 在家里 你知道吗 因为我家里 我的 书桌上的收音机 有杂音 但是我最后也是要看他们的 因为他没车到十点 车到十点就 不好意思 因为 文太太在中的休息 我总要看他们的 我说 打开你的这个收音机 我要听那个99.7 正在播放那个 莫扎特的那个 钢琴作名曲 我就开始听了 听得非常感动 非常感慨 我就回想我 在我头研究所的时候 平平交加 就是每天都在听莫扎特的钢琴作名曲 感触良心 想我说 这个音乐神童 建好的这个天宅 他这么快就来希望 生活很困苦 贫穷困苦 大家不知道去看那个 阿玛丁斯 那个 他的一生的故事的电影 我看了很多 音乐家的 一生的故事的电影 我的肖邦 对莫扎特 对另外一个我算不记得 叫做 舒曼 舒曼也这样 赚了我很多眼泪 我肖邦跟 大学的时候 要是听不听不听不 肖邦到底在说什么 直到我研究所的时候 去看肖邦一生的电影 我终于豁然开朗 对肖邦 莫扎特 舒曼 我都很爱听 所以他就说 因此你的情境 你就想像你是悲伤的 或者你是快乐的 开始我获得收获良多 我体验我 听古典音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听了 我小学的老师 小学的那个教育长 教育主任 是台北师班毕业的 日本时代台北师班毕业的 每天的 这个 中午时间 还有早上 两个钟头中间的那个课程有15分钟 他就播放古典音乐 什么古典音乐他都播放 从头到一直放放 放放了6年 我听了6年 后来进到 张商的时候 我们张商是很商业化的 所以都没有文化气息 但是张宗呢 我们教师刚好在张宗的隔壁 张宗呢 每天都在 当当当当当当 那个 就是唱什么 那张宗的校长啊 喜欢听什么 他喜欢听歌剧 一天到晚在唱歌剧 我一直听很多歌剧 后来到台大的时候 我没有钱可以买收音机 好不容易在大师的时候呢 用90块钱去买一个收音机 一天到晚抱着收音机 听 听音乐风的 的节目 后来现在长大有99.7 台中有个有97.7 我到中部就转97.7 到台北就转99.7 不断的听古典音乐 在苦难中 得到古典音乐的这个 好像是心灵上的安慰 或者什么样的 就度过很多苦难 我是把这个 补充一下 跟大家分享 多谢 还没 已经吉利敬礼了吗 敬礼了 还没 还没哦 件事情 并跟秦晓嘛 嗨 吓起 吓起 吓起